大哥开什么东西 今天要讲什么 今天要讲刺青 这个刺青在台湾 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刺青就是派 但是呢现在不一样 风气渐渐开放 现在呢刺青是不再是那种兄弟 专属 现在刺青应该算是人体艺术家 不过就相较于欧美来讲 台湾因为那种刻板印象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清除打破 所以说台湾在刺青上面来讲 就跟欧美来讲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普遍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的刺青师在世界各地的 刺青大赛经常夺得冠军 那今天就有几位刺青 还有刺青师 我们来聊聊刺青是怎么回事 首先介绍第一位不得了了 Vick Vick 刺青龙头 没有没有太多太多 那就是堂主的意思 也没有没有 不敢当 开玩笑 来第二位星辰 哎呦 哎呦 小野猫 小野猫 第三位 Semenza 哎呦 刺青界健身美女 这个想请教一下Vick 就是我有一些刺青的朋友 他们通常以前就是很喜欢 比如说在画画上面有点天分 或者是说在美术方面有一些才华 那你当初怎么去进入刺青这一届 这过程主要是因为 我朋友也在刺青店当学徒 嗯 对那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 那也是经由他的推荐 对那我去找了他们的老板 就问能不能当学徒这样 所以当刺青是还要有一点天分 跟一些想法 其实也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我觉得 努力占蛮大的比例的 从当学徒到开始帮人家吃 嗯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多少其实因人而异 有的人花了六七年 有的人一两年就可以了 那你呢 对 对我一年半 我一年半 等于六七年的你们 哈哈哈 如果说 刺青这种东西是不能实际练习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就是说 因为刺上去就刺上去 对没错 那比如说你真正正式 开始要帮人家刺 你个人会不会曾经有过紧张 或者是 多少一定会 对 但是我们在刺客人之前 会先刺自己 你先刺自己 对先刺自己 那你身上刺青应该还好 也还好啦 还好 不多 所以说第一次刺青 多少还是会解释 对还是会啦 一定会的 那你现在刺了多少年 多少年了 我已经 从事这个行业三四年了 因为我遇过一些刺青的朋友 他们心目中 比如说 全世界上有一些刺青大师 嗯 那也有来过台湾 对 那你会 跟他们一样很有欲望 我刺青大师帮我刺一个 会一定会 一定会的 就像收集那种 对对 收集各个名人的作品的那种感觉 对对 那你有给人家吃过 有啊有啊当然有 那你是给国外的还是 国外的也有 那你刺青的时候 我们有个迷思 就是说刺青是我全部交给你 还是我要跟你讲我要刺什么 其实都可以 要看客人的需求 因为有的客人只是单纯喜欢你的作品 所以你画什么作品 他不会在意 比较不会在意 主要是想要给你这个人刺 那我去找你吃 你给我刺个狩猪猫 我是不是 对 也可以这样讲 出门在哭这样 那有的客人的话 他会想要克制 可能他就是会指定说 他想要什么图 那请 他本来就有想法 对 本来就有想法 你怎么找灵感 你也要是去看图吗 还是发挥想象 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定要会去参照别人的 那看他们怎么去画 怎么去做他们的作品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 其实慢慢就可以摸出 自己的味道跟感觉 跟风格 对 那其实画久了 自己有那个想法 其实就会 想画什么就画得出来了 那请问一下 你是哪一种风格 我主要是在刺美式字体的 各式字体 类似这种的 对 主要是字 中文字 英文字 我都会去做字体的 不同的风格跟颜色 很厉害 那星辰你什么时候 哇 星辰 哇塞 既然你那双腿 我的天哪 你那个腿 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看一下吗 你那个腿刺得 哎呦 好漂亮哦 这个还没有刺完 我这要看得出来 对 你颜色还没上 对不对 就这一块还没有 OK 你转给 哇 哇 OK 我看你的背好不好 美酒 喔你先不要动 好 哦 别动 好 不要动 OK 哇 这有蜜 蜜在那 哇好漂亮 然后你手背这边刺 嘻里 你说这个吗 对 这是我跟师姐练习的 来你转问 练习 对就是 因为我之前有在做事情 你很交称 哈哈 太吃哈哈哈 那妳這個是 這個也是我師父幫我刺的 這個故事有點長 你知道印度黑娜嗎 他們結婚的時候會用一種 那個顏料 然後我師姐很喜歡做那個東西 這是我師父用作為靈感去延伸的圖騰 那妳怎麼愛上刺青 我是小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個一起讀書的朋友 大概18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比較叛逆一點 他就跑去刺青 他跟我說他約到了一個非常難約的事情 時要等一年 然後他後來刺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好酷喔 就是你居然做了一件就是 我身邊都沒有人做的事情 然後後來我高中畢業之後 我就想說那我要去刺一個 妳刺什麼 這個 它是Adventures 就是冒險的意思 第一個就刺那樣 算是蠻大膽的 會嗎我覺得還好 以前我們常常很多朋友 刺一刺就刺小樑 小樑 小樑是什麼 恨有沒有 沒刺好就刺成小樑 閃閃閃妳怎麼樣去愛上刺青 那時候是剛畢業 然後剛進入職場 然後刺青主要是 記錄一個新的開始 問到妳新的開始很多次 沒有 慢慢來嘛 一開始就是一個一個這樣慢慢的 對 那主要就是想要記錄 然後 莫忘初衷吧 然後看著刺青會 那妳要不要刺一個莫忘初衷 對但 OK我們看妳的刺青會感覺算 妳是很喜歡貓的 對都是我養的貓 哇 對 妳要不要養一點 不一樣的嗎 我的意思說妳養一隻貓 嗯 是妳一買來就去刺 還是等牠長大 都是領養的 對 就領養來就去刺牠 沒有成型之後啦 長大了 對 OK 那妳們身上有沒有妳個人 比較有意義的刺青對妳來講 對我比較有意義的刺青是 這一個 這是我在手上的第一個刺青 哇塞 這是耶穌 對那因為我是基督教 看得出來 對 為什麼耶穌在那一段時間 造成妳什麼樣的一個領悟 我們家從小就是基督教 對 那我真的開始信奉就是因為 我在以前的時候有跟 其中一任女朋友 發生一些事情 嗯 那這些事情導致我 我的家人 跟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 不相信我 然後 遠離我這樣子 就是大家疏離了 對 那那時候 就是只剩下 信仰 支撐著我 然後我過那一段時間這樣子 那我就去吃了這個耶穌 就一定要 永遠記得那一次 對 就記得祂 有祂在陪著我 同樣就是 記得耶穌幫助了妳 但是妳同樣也是用這個詞 記得說 我不要再犯那樣同樣的錯誤 我沒有犯錯啦 哈哈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跟 那不叫犯錯就是說 跟家人疏離什麼也不對 跟朋友疏離 就表示說 你有做些什麼事情讓他們不開心 嗯 那把它改正過來以後就不會了 對 那現在就變得很花心 對啊 蛤 沒錯啊 再也不要認真談戀愛 我開玩笑 沒有沒有 我借我看一下 那這是誰幫妳刺啊 在我們桃園的一個刺青店 刺青師傅 他叫初代雕原 OK 那妳最有意義的是什麼 最有意義的嗎 其實每一個都還滿有意義的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意義重大的是這個 就是我的第一個刺青 第一個刺青好像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那感覺是你有過一次再也不會有 就是我 因為我後來一直持續在刺更多刺青 我每年都刺一到兩個 可是就是沒有像我第一次刺青那麼的 痛 悸動感啦 沒有其實這個不痛 最痛的是我的背 對對對 背很痛 對 然後 然後那個妳刺的是什麼冒險 因為我住內湖 然後就是我在內湖 就我家附近有一間非常喜歡的咖啡廳 然後有一部動漫叫 99冒險野狼 對對對 那那個老闆他是99迷 所以他把他們咖啡店的Wi-Fi密碼 設這個Adventures 我在那間咖啡廳裡面就是 度過了非常多很愉快的時光 就是怕忘了他的Wi-Fi 不是 我在裡面讀了很多我很喜歡的書 因為還有很多就是他收藏的書 然後我覺得我是在那間咖啡廳長大的 然後我就覺得 他剛好也對應到我當時的行徑 所以我就跑去刺了這個 CMENSA你 你有什麼最有意義的刺青 是這一個吧 這一個其實它是海域 然後它繞在我的身上 然後海域是 很喜歡陽明山是不是 不是 是我媽媽 媽媽喜歡海域還是 媽媽喜歡海域 OK 媽媽最喜歡的東西 對 然後就象徵就是 媽媽意思就是繞在我的身上 會無時無刻想到它了 然後給我力量 媽媽還在 所以最有意義的是這一個刺青 對 就是我剛剛一直講 就是台灣的社會 當然 年輕一代不會 包括我這一代 對於刺青都會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印象 我剛剛就講嘛 我們小時候有刺青的就是派 那還有什麼 刺青 我多愛 不敢不敢這樣 你這樣一路走來 你身上這麼多痴青 有沒有帶給你一些困擾 主要最大的困擾 其實不在我身上 那 旁邊的人看到你 沒有 因為老一輩的嘛 一定多少都會唸 對 那我爸媽可能常常就是 要聽我阿公阿嬤講說 欸那你怎麼 教小孩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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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因為剛刺青的時候 被看到 他們也不會理解說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沒有他們沒有在管你什麼藝術不藝術 對 刺青就是派音阿 對不對 那所以我爸媽就可能 他們很支持我 只是他們就是得去 承受一些 說服他的上一段 對對對 那你爸媽很好欸 對我爸媽很開明 超酷的 對 我爸說如果刺青要把我打死 我身邊朋友他們也 爸爸也都這樣講 你 你有什麼帶 你這個應該帶來很大的壓力 其實 應該說有好有壞 就是因為我的刺青 然後我接了很多外拍的工作 那我覺得比較讓我不開心的事情是 就是大家看到我的刺青 就會問我說 喔你這個多少錢 很像我身上揹了一大疊巨款 在賬中這樣 他是問你刺青多少錢 他就說 我想要那太壞了 小姐你多少錢 他上去給他一巴掌嘛 他就說喔你這個很貴喔 好幾十萬喔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笑笑的不回答這樣 這樣你會不爽嗎 其實會 因為我之前在學刺青的時候 我覺得刺青它是一個 修行跟修心的過程 就是在我們成為師父之前 或是成為師父之後 其實我們都面臨非常多的困難要去解決 然後還有跟客人之間的交流 那包含客人本身的一些理念之類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可以用價值一概而論的東西 而且有的時候會給你一些負能量 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們身上的事情 你可以就是多想一點 你可以跟我們聊別的 不要說 不要問錢 對不要說多少錢 因為 問那麼多 沒有錢不要問 對因為就是像師父很辛苦 然後像我們趴在那邊很痛 其實也是在付出代價 所以不要太膚淺的去想這件事情 對就是不要很 現在很多人把每一件事情就 第一個就想到金錢加值 其實不是 像我看過日本有一個 那個真的很厲害 他過世以後 他把他的皮整個 扒下來 然後掛在牆上 因為他的那個刺青是一個大師刺 但那大師早就已經走 因為那個人也老 他過世以後 他就把自己的皮留下來貼在牆上 就把這個變成一個 藝術品永久流傳 其實刺青是要這樣看 長官講你 你刺青有戴個什麼樣子 有我覺得 蠻多的生活中也有 但我覺得最大的是職場上 就是同事主管 因為其實我算是行政工作 對然後我都會就是遮住刺青 就是比如說穿個七分袖或是長袖 然後有一次就是不小心露出來 然後是主管看到吧 然後他就說 你有刺青喔 我說喔 對啊 他說喔 你過去很叛逆喔 巧心的花 對的口語這樣子跟你說 然後或是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刺青 那可能他會因為你有刺青 你很叛逆 或是去置營的工作能力 然後同事可能會碎嘴說 你知道他有刺青嗎 然後可能過去有什麼事情等等之類的 刺青是一個個人選擇 那也是一種自我的表現 那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資格去批判別人 所以你的主管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是一個很小心眼 很醜陋 就是很 我覺得這種人就是心胸狹窄 他也是故意 他是不是拔過你拔不到 對他是男主管 對對不對 告訴你 這個 哈哈哈 對 但是欸對 講到這個 刺青客人白白走 你有遇過那種很怕痛嗎 喔 很多 說到不行 我聽過一個 低聲下去他就走 有啊 我們店裡也有 可是不是就留了一點在那邊 對 會 就是會有煙料 他就跟人家講 沒有我這是刺 刺 你多痛 他多怕痛 我已經幫他上麻藥了 麻藥通常都可以維持至少兩三個小時 但是我才剛幫他敷 我吃十五分鐘吧 他就開始 啊好痛 好痛 他開始動 那他十五分鐘這樣動的東西你怎麼吃啊 就是不能吃啊 我就是得等他比較平穩的時候吃 他又再動我就等你拿起來 所以他冷靜的時候我再吃一點 他又再動了 我就等你拿起來 所以工作就會很不順利 而且很長的時間 對 會花很長的時間 對 你本來有很多不斷的很多新的想法 都被他弄弄弄弄弄弄弄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有時候真的會想這樣 對啊 最後給他吃一個算了 算了 OK 那其實我們大家對於刺青這個 其實大部分人 就沒有刺青過的人 對於刺青這件事情 永遠是在門外 就比如說 你們刺青今天他可能在門口看一看啊 就完全不了解 搞不清楚刺青到底怎麼樣去完成的 那我們今天要就告訴你 到底刺青的他們的一些器材什麼 讓你更了解一下刺青 可能你下次去之後有更多想法 而且不要那麼恐懼 其實不是你想要那麼痛 像有些人很怪喔 他打針很怕 但是他有刺青 就是我 對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怕打針 所以我 中感冒幹嘛的醫生要我打針 我就死不打 但你這麼多針沒關係 這其實真的不一樣 感覺真的不一樣 那個打針進去我會整個心裡發寒 OK 來我們到這邊來 現在刺青跟我們以前想的不一樣 以前很多刺青一早 最早開始是首刺嘛 對 對 尤其日本是人家 那個真的很痛 然後現在 我現在看這個 我現在一眼看上去 我會有點像那個 以前那種噴化 很像那種感覺 那請問一下這個 目前這三個是什麼 我們刺青機主要分兩種 就是線圈跟馬達 那這一台的話就會是線圈 線圈 對 線圈機主要就是透過 它這邊會有線圈 那電力通過線圈的時候 會產生磁力 磁力就會吸住這個彈簧片 彈簧片下來的時候這個就會動 那這個一旦動的話 它的電力就會斷掉 電力一斷掉 磁力就會斷掉 磁力一斷掉彈簧片就會彈回去 所以就是彈回去的時候 對 它就會一直這樣子動 那它一旦一直這樣動 它就可以推這個針 就是閉合電路的原理 它講的比較複雜 我講的話就是 Moda 那這個就是馬達機 這個就是Moda 對 就是靠馬達運作而已 那試出來的效果什麼都不一樣 還是 還是個人習慣 對 個人習慣 主要我們都是看知音師個人習慣 那你是用哪一種 我幾乎都是用線圈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 它那個 增下去皮膚的那種感覺 對 那因為馬達機比較 比較穩一點 沒有那種皮膚刺進去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種 它回彈的那種感覺 勾出來 對對對 我比較喜歡 客人衝一點會越爽 哇塞 你是手衣狠的那種 這個也是一樣 對 那因為它會有分 拿來割線的 或是拿來打霧的 就是這就是比較細節 那這一台就是比較適用於 在打霧上面 就是上色 大面機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的話叫筆形機 它也是用馬達運作的 筆 什麼 筆形機 什麼意思 就是它就是做的像筆 但它也是馬達運作 它也是刺心的機器 對 它也是刺心的機器 那它比較方便就是 它看起來就是筆 握起來比較方便 我可以拿嗎 可以啊 沒問題 因為我剛剛以為是說 刺一刺一下 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 看看刺的細不細 所以這種刺就比如說就這樣 對 沒錯 喔 好神奇喔 那它方便的就是 它不需要還要裝其他的器材 那用這些機器是還要再加上其他器材 那它的顏色是在哪裡 你說 是在蒸上面 對 我們會用蒸沾顏料 所以說這些 所有的都是要沾一沾再吃 對 我們都要固定沾一下顏料吃 那吃完沒有顏料還是要再沾 我還會像噴漆一樣沒有 沒有沒有 那你是 比如說你在吃一個圖案之前對不對 你要先打樣在上面 對 我們會 就印在上面對不對 對 轉印 這過程中要轉印 對 我們畫好圖稿 線稿 就會是會用一種 特殊的紙叫轉印紙 它會把你的顏料 沿著你的那個線稿印出來 然後就可以貼在客人身上 這樣也好 那要先看一下 對 當然 那吃完還把M 歪掉 我後悔了 就完了 欸 你們是什麼 獨立刺棋 對 在桃園市盧竹區仁愛路三段270號 每天下午1點半到晚上10點 那你們睡得很晚 我都睡到1點 OK 那這什麼 這個是踏板 那就是啟動電源 用那個機器發動 啟動這個是不是 對 然後這一台是電源供應器 電頻頻率什麼都要在這上面看 因為頻率會去影響你真的動的速度 那 OK 這個就是說比如說你吃的深度跟圖案的不同 要去調整它嗎 對 可是深度主要是你自己個人的技術 對 那機器的話 看你喜不喜歡它就對了 死孩子 用力靠 OK 那接下來 這個的話叫握餅 握餅的話就是要配合機器 對 你這個針要扣在這 對 我剛剛就想說你怎麼拿就對了 對 那針的話就是要穿過這邊 讓它去動 那所以你是拿這邊 對 我會是握這邊 它就會是這樣吃 了解 OK 然後這個就是針嘴 那針嘴的話就是會扣在 等一下 這是要幹嘛的 它是固定 符持你的針 嚇我一跳 我想這個針也太大隻了 插插插 就是這種大隻 蛤 是不同的細針拼在一起 OK 這是固定器 對 就是扶住你的針頭 對 等於它是固定在這個裡面 對 沒錯 所以有兩種Size 對 一個 這個叫排針的針嘴 那這個是割線針的針嘴 然後不同的針會用不同的針嘴 所以我們一開始刺青之前要先割線 不一定 看風格 看風格 因為不同風格 刺法也不一樣 在刺青之前還要檢查喉嚨 沒有啦 這個是拿來挖 挖這一個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 主要是 用途是我們在刺青的時候 刺青會抹一點在皮膚上 然後保持濕潤 那因為 墨水通常一定都會流出來 那如果塗這個的話 通常都可以吸住墨水 你這樣擦的時候 可以把墨水擦掉 就不會整隻手都 了解 對 通通也看不見了 奇怪我在吃什麼 就很難 那吃什麼 這是食鹽水 食鹽水 食鹽水我們通常都會拿來 調顏色深淺 對 像如果黑色你想再淺一點 我們就會套食鹽水 就我知道 就吃完以後把它貼在上面 對不對 保鮮膜 對 吃完要先黏 可以保護它的作品 對 因為我看有些人從食鹽水走出來 就會 包保鮮膜 那要包多久 其實不用包很久 那只是主要是 主要是 他們在回去清理的 這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空氣 或是讓東西接觸 那多久才能洗澡 其實吃完就可以洗澡了 吃完就可以洗澡 對 就可以洗澡 只是不能泡水 不能有泡水的動作 淋浴可以 對 淋浴可以 但不能泡澡 泡澡要大概 它大概恢復期會是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 因人而異 有的人恢復很慢 有的人恢復很快 就是恢復期過了以後 就是可以了 就穩定了嗎 對 接下來講到的 喔 這個就是顏料 你看現在顏料顏色真的很 真的很鮮艷 我的天哪 這個吃上去就是這個顏色對不對 還是會 也不一定 要看客人的皮膚顏色 還有看那個吃音師試出來 它的恢復狀況怎麼樣 但是就是走這個色系 對 就是走這個色系 這三個顏色都是我好喜歡的顏色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轉印膠 就是我們剛剛說 那畫的時候 就是貼在客人身上的時候 你剛剛是想貼我臉 沒有沒有 所以在客人身上的時候 要塗這個膠 讓那個轉印紙上面的墨水 印上去皮膚 喔 它是 它是深色的 紫色的耶 對 紫色也有別的顏色 酷喔 所以它這個 什麼顏色不重要 對 不重要 它的功用就是在 讓轉印紙上的墨水 貼在皮膚上 這個就是 這個是黑色的墨水 就像這個 對 就像這個 OK 這個就是 排針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排針 然後這個是割線針 OK 對 然後這個就是 針嘴 只是這個是拋棄式的 剛剛那個是 可以拿來再清洗再使用 OK 對 這個就是擺在上面 就像這個一樣 對 鎖在那個握柄前面 跟那個功用是一樣的 是 那這個什麼 這個的話就是 拋棄式的 一體針 那它就是這種 筆形機 在用 這種筆形機 它是可以直接扣在上面的 就不需要再裝握柄 針嘴 這些還要裝針 這個是因為 對刺金師的習慣 對 去選擇 對 那我可以選嗎 你選 我要筆形針 你說被刺的客人嗎 選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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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客人選 不能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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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教壞大家 那你說一個作品 你要用多少種針 也要看你的作品的細緻度 對 因為我們 就很像你在畫畫的時候 可能會有出線 那你就要拿粗一點的針去割 如果有細線就是要拿細一點的針去割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作品上面的細緻度 來去決定你要用到多少的針 還有一件事情 我給各位提醒一下 這也是我刺青朋友跟我講 就是說當你要刺青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考慮好你要的東西 因為那個刺下去是不能後悔 當然可以修改 但是就不能後悔 要先把它想好 就小梁千萬不要刺 因為你會後悔一輩子 就是說刺青是一個藝術 就看你怎麼樣去想要自己身上 有什麼樣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一定要想清楚在此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